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开始了 巴西队现在背水一战 巴西队自从去年以来 他们的输球还非常少 今年的大奖赛 巴西队应该是全胜的战绩 巴西队现在其实也还是有最后的机会 在0比2的情况下 心态也许反而能够放松下来 全力和对手一拼 实际上这个时候对意大利队的考验更多 在出现取胜机会的情况下 拿下这一场 他们很可能就能拿冠军的这种情况下 这时候心里是不是还能够保持稳定 保持平和的心态 这球换出界 很可惜 一才向巴西队的队员示意自己看得非常清楚 巴拉萨的调整 奥特兰尼一个清调 巴西队这球又没有组织好 只好无攻了 巴拉萨在3号位有掩护 对方的复攻不敢走 所以对奥特兰尼在2号位 有一对一的打动的机会 不仅是复攻不敢 不敢待在3号位不敢动 他连不跳都不敢 所以意大利队的两个复攻 给对方的牵制还是跟他比较大 巴拉萨拦网得分 意大利队开局是0.2 但是这一段又连得了3分 好球 先拉一个大斜线 把球扣中 打了下的短平快 还下一回 欢迎颜色 点更加高 双方打成4比4 意大利这种整体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最后造成对方的失误 船的过于扎网 那塔利亚能够够着这球就不容易 从前两局来看 巴西的尽管在场面上是比较被动 但是两局都还是有机会的 打到20分的时候这个分差并没有那么大 都还是有机会 但是毕竟他们前两局都是处于下风 其实这种球在以往的巴西队都是不应该绑不起来的 不仅能防起来 而且能防出上好球 给反击创到很好的条件 这些是08年巴西女派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高点备飞 排散在前两局里边发球不错 总是能够给对方制造威胁 球又直接过来了 哎呀这球垫的 然后再看这第二下就更惨了 非常好的机会 能够能够把握住 那巴西在这个球的表现来看 和08年的这种时候的这种差距 就非常明显 切拉似乎状态是有所恢复 身后这个直线的空档有一些大 戴尔科勒布什时机的抓住 8比7 比较力队领先1分 到了第三局的第一个技术暂停 还有其实像这个调球的意大利的得分也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跟二船的防守的意识和能力也有很强力 也有很大的关系 这很多防起来 当然这球本身也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戴尔科勒掉的质量比较高 对方是复工篮网并没有并过来 他的选择比较多 配合又失误 马连尼只能把这球推过去 来切拉单人篮网 现在确实逐渐找到了一点 头好接应的这种感觉 世界头好接应 他现在的机会 比方反悔了 这球给先拉 蓝探头 已经判意大利的失误了 意大利刚才可能是触网 巴拉萨在防守那一下 看巴西队 刚才切拉这个单人篮网很漂亮 当然能够拦住 很关键的一分 然后反击再得一分 拍照 两 indirectly 拍照 索网 这球阻力不错 这个球 娜塔利亚首先是一个轻打 对方拦回之后 马上保护起来 反击打一个平拉开 娜娜直接得分 娜娜在这一局 终于取得了领先的机会 前两局一直被对方压着打 对方拦回来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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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球的时候什么球该拼什么球该保 这个队员还是要有一定比较准确的正确的认识 他确实是巴西队今年年轻队员当中上升速度最快的一个选手 中国队在大奖赛和他们交手也吃了他不少苦头 许法普纳来中国当中国足球队教练的时候曾经留下了一句名言体育界的名言 如果你不知道球往哪踢就往对方的门里踢其实这句话毫无道理 但是意大利队现在打的在场上是如果你不知道该让谁来打就由吉奥利来打 意大利队在这一局落后的情况下 终局就换上了博赛地发球 把球抬一下被飞 抬一下的被飞就是非常明显的接近于被走了 他的点比较高 没有力量 今天马莱安尼这节奏 总是点总是感觉赶不上 能够发上力的很少 在德尔科勒也是打到标志杆 拖劲 早晨打手拖劲 早晨打手拖劲 13比15 男力队紧咬不放 不让这个分叉进一步拉开 落后的一方总还是比较会比较难打一点 16比13 巴西队领先到了第二次机会暂停 大高军杯打到现在已经结束了三轮 工作主日本表现也是不错的 他们在对韩国和泰国两个亚洲对手的时候 都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最后一轮比赛 意大利队将会迎战动道主日本 巴西队这一段拼发球 是在拼 但是发球失误太多了 所以也是造成比分拉不开的 这也是原因之一 虽然自己得了不少分 但是也送给对手好几次 我看今天玛利安尼给他的球 总是不是前一点就是后一点 老是让他没有办法发力 只能处理球 只有给了意大利队一个机会 还有没接好 轻打分头 非常有经验的球 博赛利 头脑非常清楚 因为这球如果发力的话 确实下网的可能性很大 不是下网 就是出界 所以如果去发满力的话 16平 巴西队主教练 吉马良斯叫了暂停 大尔博里尼也是那种比较 在场上相对比较安静的那种教练 他上阵之后还没有看到他在场上会大喊大叫 或者很着急的样子 始终保持着一种表情 一个语速 双方打成16平 乐边科发球 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今天德尔科勒的表现 还是一点没有给全队拖后腿 除了有些球 虽然也有些失分 但是总体表现还是很稳定很不错的 利用打手啊 调球啊 该得的分也都得了 比奇尼尼的一个防守 那球变飞了 逐渐到了比较关键的比分 博赛蒂在换下奥托拉尼之后 尽管他身高比奥托拉尼要差了将近矮了10公分 但两次进攻一个探头 这个球一个二号位的拉开 也都打成了 这次比赛博赛蒂应该在国家队还是获得了一些信心 角力篮网之后自己保护 轻打过网 再来抓篮房 那特地亚只能轻掉 但是洛贝昂科已经早早等在那 就对巴西队来说很关键 比奇尼尼 篮网出界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分 意大利队反超 这时候巴西队的队员心态上 难免不受影响 就看能不能稳定住 结果自己扣球向往 那特地亚还是年轻 顶不住这种压力 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方反超的时候 这个时候心态是很容易急躁 巴西队叫了暂停 而且不太容易不去想 我前面有这种优势 为什么会丢掉 巴西队员猶如 比巴尔伯利尼相比巴西队的主教练吉马良斯 在场上的表现是给人一种 他属于那种焦虑型的人的这种感觉 他在场上总是不停地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然后在暂停的时候 语速也一般都会比较快 显得比较着急 这球打手出界 意大利队再得一分 又是依靠皮心尼在四号位的强攻 下方是一出打了六号塔伊萨的手 皮心尼连续把希拉的进攻拦回 纳塔利亚扣球失误 年轻队员在这个关键比分 关键场次的时候 确实还是显得比老队员要没那么成熟 总是要交一些学费 巴西队再次调整二船 落后四分 换上了高仓千惠美 纳塔利亚的进攻 又被对方有效拦网 拼一反击强攻 巴西队的拦防也不错 还是给纳塔利亚再次失误 纳塔利亚快要疯了 快要抓狂了 但是他们的二船更疯了 怎么这个还是不停地给呢 如果是一个老队员的话 这样连续地给 还是就是作为二船的思路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在纳塔利亚前面出现那么多失误的情况下 还连续给他打强攻 这个思路是很有问题 巴西队已经非常危险 基本上已经输掉了这场比赛 这时候才想起玛利亚尼 在刚才纳塔利亚在前排连续失误的时候 二船就似乎忘了玛利亚尼的存在 意大利队保护起来 调整的时候这球是连击了 巴西队再追一分 不过意大利队还是有两分优势 而且叫了一个暂停 让他们稳定一下 现在应该是吉奥利在前排 所以巴西队不能让对方一旦到位 一旦到位他的篮防压力会很大 比赛尼在前排的时候 也使意大利队在整个打强攻或者防反的时候 他会心里要有数得多 他还是强攻方面会比德科勒更有把握 巴西队现在换上了萨萨来 这是加强防守 踢下马利亚尼 哇这个球传的没有传好 巴西队机会又来了 球上的不错 转机打了一个轻调 这球还是二传传的 这个球又传的有一些倒三角了 这个谢拉上的就 谢拉刚腾空起来 想抡原来给对方一下 又突然发现这球怎么在自己的头顶正上方 只能在空中 生生的让自己停下来 腰部控制一下 扣球还是出界 意大利队拦网得分 25比21 意大利队在今天的大冠军杯这场比赛当中 3比0横扫奥运冠军和大冠军杯的冠军 巴西队取得了开赛以来的四连胜 他们也很有可能成为第五支夺得大冠军杯冠军的球队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这场比赛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